任何一个女人怀疑自己丈夫出轨 最后的决定无非就是两个 离或者不离 保持婚姻的稳定 对你是最好的路 你需要马上和小吴分手 干干净净地了白了 只有五十万是给你的 密码是你生人 你这算什么分手费吗 你这儿给我发奖金啊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照顾家 照顾我 还帮我歇口 实在是太辛苦了 你就当是自己犒劳自己 你这种女孩 我见多了 你以为你是世界上最爱她的人 希望在此刻 她能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可是很抱歉 她现在认怂了 跑路了 你给同学刚走 把她叫回来吧 我给她打电话 不离开 抱歉 订阅员的电话不能接线 民政局那边我都已经预约好了 你把字签了吧 这样咱们俩都是一个解脱 这昌连哪 该开就开着 人哪 总是要见见光的 高家伟 不是 你别叫我 你叫 她要还没进去 你今天来就是 让我签字的吧 有问题我负责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负责 你负什么责 这些年我工作太忙了 也没时间给你好好做顿饭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是 吃饭吧 高家伟 可是你说的 这名利厂就是一部电梯 现在电梯已经摇摇欲坠了 你得赶紧摁往上走的纽 要不然咱俩一块料地下室了 您才是那个摁电梯的人 您说去那层 我就去那层 干吗呢你 松开 你打算跟她纠缠到什么时候 她也没有犯法 你管得了吗 她是没有犯法 但是她有罪 可是全身心地爱一个人 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 但是 也要承受得住 失去她的后果 爱情和背叛 难道真的是双胞胎吗